大型古装武侠剧《新一天屠龙记》正在热播中,该剧虽播出后质疑声还蛮大的。不过剧情很耐看的故事情节都有还原,其中特别令人期待的一次名场面都很震撼。比如张无忌在光明顶单挑六大派时,不管从特效还是演员的演技都算是很好的了。 当所有人都在佩服这个无名小族厉害时,张无忌却被喜欢自己的女子给一劲刺伤。该女子就是对张无忌有畏范之恩的周芷若,虽然她是在师父的挑唆下,刺杀张无忌的。周芷若虽喜欢张无忌但和师父相比还是师父重要,不过这一件也注定了她和张无忌不可能。 可以看出当时张无忌的表情也是发猛的状态,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,会被周芷若所伤。张无忌在光明顶一战成名后,在名教众人意见统一下,她成了名教教主。 张无忌虽然武功高强没人能敌,但她没有足智多谋的头脑,在大势决策上,还是需要光明左使阳销和其他人的帮助。可能这也是在为大结局,张无忌辞去教主之位埋下普比。 张无忌在图示大会上救了些训把她安顿好后,就带赵敏去光明顶向众人辞去教主之位。 张无忌不想参与江湖上的味儿与我诈,刚好赵敏想隐退江湖和张无忌生活在一起。辞去教主之位后的张无忌类别名教,随后和赵敏萧久离去从此在为现身江湖。